1923年 25岁的徐广平考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 成为了鲁迅的学生 在授课老师当中 鲁迅无疑是极其吸引人的 他讲课时幽默风趣又不识大家风度 既给人以如沐春风又仿佛浩瀚大海般的神秘 他崇拜鲁迅的情谊逐渐转化为爱意 两年后徐广平第一次以一个受教的小学生的身份 给老师鲁迅写信 没想到当天就得到了鲁迅的热情回信 从此徐广平便经常给鲁迅写信 有时还登门拜访 向鲁迅吵叫 一来二去 两人之间便开始互相关心生活 互生情愫 徐广平用景颂作为笔名 与鲁迅在大学四年间出信不断 合计一共135分 其中鲁迅与景颂各占67分半 经由鲁迅刊印 这些书信最后被整理成了两地书出版 读两人的信会惊讶地发现 原来严肃的鲁迅也会给徐广平 起上许多专属的甜蜜有趣的昵称 如乖姑 小刺猬 小莲蓬等等 而徐广平也称鲁迅为 疯子 小白相 徐广平也在一封封信中 逐渐对鲁迅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 他在高大伟岸的形象之下 也是一个顽皮有趣的孩子 他追随着鲁迅的脚步 从北京到厦门 从广州到上海 从写信到相知相聚 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